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一个单元就是要讲的就是 我们说死亡第一名是什么 癌肿瘤 那大家一般都是闻癌色变 我请问各位 万一你们得癌肿瘤了 而不会害怕的 请举手 哇 这么多人 我太了解你们 你们都听过我的课了 是吧 会害怕的请举手 怎么可能那么少 你们是看刚刚一大堆人举手 所以就不敢举手了 是吧 不用看别人 就是自己如果万一得了癌肿瘤 会害怕的 要讲出心里话我才知道啊 会害怕的请举手我再调查一次 不可能那么少 好 那你们放下 事实上喔 早期我在讲问这个的时候 到任何一个场所 因为早期很多人都根本没有听过 只要一调查 起码有八成以上 八成 那个是保守的数字 一听到癌肿瘤 就开始怎么样 很害怕 然后很难过 所以像你们得癌肿瘤而不害怕的 那比较熟 那个是异类啦 绝对不是正常的状态 那可见你们应该是有听过课 好 那我们来看看肿瘤 真的那么可怕吗 我们先放四年前的 西雅图的一个案例 子宫癌案例 有没有在座不怕癌症的 不害怕癌症的也有 喔 真的 你们不怕得到癌症是吗 我已经犯过癌症 你已经得过了 免疫了 喔 不错 不怕喔 癌症不可怕 你得过几年了 46年了 你有癌症46年了 那你能不能来跟大家讲 为什么你不怕癌症 因为你的扣很高兴 我是29岁的时候 得过那个子宫癌 那时候医生说 我只有六个月的密 因为我是当老师的 那我说好吧 那六个月 我这六个月 刚好暑假 我都去玩了六个月 结果回来以后呢 没事 那就过了两年 又更没事 我是当时吃了一点 他化疗吃那个药片而已 没有吃什么药 但是呢 从此以后 我觉得我这个是 我活上来是多余的 所以我很快乐 我现在是在我们 华州的华人防癌协会里面当理事 这是因为用我自己的例子 我也看到很多癌症 并不像人家说的那么可怕 他们都活过来了 这里也有啊 那个辉煌啊 他也是很精神活的 他们都去跳舞啊唱歌 现在活得很快乐 所以我觉得不活了 你是走过来的 太好了 这太好了 那这一段可以转播吗 不需要了 我现在78岁 我觉得你既然是在防癌协会 就是有责任用你的生命 告诉其他癌症的人 叫他们怎么像你一样活出来 所以你应该是一个活教才 更应该播 所以我帮你播 但如果你觉得你的脸没有长得我帅 你放心 还像马赛克你就罢了 但是如果你有自信 因为人说实在一生 能够贡献给这人类的不多 我一直在觉得 所以我到这个年龄 常常有一种感觉 我现在不是要拥有些什么 而是我在走的时候 我能留给后一代些什么 重点在这 真的是我的心声 如果你能要物有 所以如果你能够用你的生命 给后代一些启发 让他们知道癌症不可怕 可以活得更久 如果我今天不把你这一段转播 是你的损失 是啊 你要晓得啊 我是在帮你 你是在防癌协会 我是在帮你推广 是啊 那你怎么会忌解我 怎么舍得忌解我 是啊 所以可以不可以播 可以 要不要马赛克 不用 对啊本来就不要 我从来也没有人叫我 叫他们访问我把我马赛克 我从来没有 我真的 我告诉你一件事 你们你刚才讲那个免疫啊 我就是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自己思想开放 我从来不打防疫针 我在大陆的时候好多感冒了 我的同事到处都感冒了 我说我就是不会感冒 哈哈哈哈 我就没有感冒 因为我比较喜欢运动 我喜欢游泳 我游泳游得很好 所以我感觉我自己有抵抗力 我肺活量很好 我体力也很好 所以我从来来到美国以后 人家只有打防疫针 我都不打了 我也没有感冒的 我真的很佩服你的这个理论 我也是到处跟药人家说 吃姜 喝姜水 真的啊 我不认识你啊 但是我自己有这个体会 有时流鼻水就喝姜汤 哦 原来我们是同路人 相见恨 太好了太好了 哇 谢谢你的见证 哇 他是用生命来见证 他还是舞师 叫他的交进舞的老师 哦 是哦 那 那以后你教我 我跟你舞一曲 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我活得很快活就是了 我喜欢打篮球 喜欢游泳 啊 还教跳那个Ballon dance 就是那个 招衣舞 现在很多西雅图的那个 瓦舞的年轻人都认识我 哦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应该快乐一点 因为我学会很多东西 嗯 我还教中国节 还教得很好 哦 哦 都台都一啊 哦 对啊 人就是要像你这样活啊 哇 你这个见证很有力啊 哦 哦 哦 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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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没有 啊 我一定要做这个机工我要学了以后 马上就要帮我们一个老人家做这个 他要进医院搁这个虎翅 哦 我刚刚还跟那位老师联络了 就要带他来 星期六要带他来 对对对 我我学会了 我还要帮他 哇 你看哦 你已经几岁了 你说 78 78还要帮助人哦 有没有听到 有 哦 这个不简单啊 我给你学 我给你学 哇 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 哇 这生命活得有光有热 啊 这是被西医宣判 他的生命只有多久 六个月 一般会宣判六个月 代表他的癌已经怎么样 转移了 也就是末期了 癌末了 那癌末的患者你看他活这么久 到现在 我相信他现在还活着 那已经经历多久了 你们算算看 他那时候是29岁得到 78岁14年前 那现在他已经82岁了 对不对 那我问各位 他已经活几年了 从被宣判死刑了 活了几年了 五十几年了啊 不得了啊 半世纪啊 我如果知道得癌肿瘤 能够活五十几年 我希望现在就得到 那我现在五六十岁 可以活到百年以后啦 真的是修成正果啦 所以看来其实 看他这样快乐的活 事实上他的癌肿瘤 真的都没有了嘛 也不一定 甚至更多都有可能 只是他已经怎么样 不在乎了 重点在这里 然后他体力好不好 好嘛 那我已经讲过 重点人能不能活下去 是看体力 而跟肿瘤的大小有多化 其实是无关的啦 但是一般人 光这一句话就能够说 哎呀 我不害怕癌肿瘤 一下子要领悟很难 除非就是从头听完课 慢慢欣喜 他终于懂得整个道理 他才会不怕 好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 癌肿瘤这一篇 当作很重要来讲 为什么 因为 得癌肿瘤的人越来越多 四个就有一个 而且以仪器越来越先进 只要一小小的 他们都能检查出来 那个比例 我看只会越来越高 而且以现有的环境 空气污染的程度啊 那还有 现在工作压力的问题 然后还有很 现在的社会形态 越来越动的人越来越少 做着静态打电脑的人 越来越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相信那个比例 不会越来越低的 你放心啦 那癌肿瘤这一件事 变得我们必须要面对 即使你没有面对 你的家人都有可能得到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一边癌肿瘤 六 癌肿瘤 每个人都有癌细胞 这也是公认的常识 癌细胞既然本有未被检查出 又有何喜 既然本有被检查出了 又有何聚 既然本有为何还要检查 如果说癌细胞是要命的 又是本来具有 那我们又是如何活过来的 可见生死与癌细胞的有无无关 好 我先问各位 有没有人说身体没有癌细胞的 有没有 也就是你们都同意 你们身体都有了 有的举手我看一下 好 这个一定要承认的 任何人都要承认 包括医师 因为如果你不承认 那没有癌细胞以后 怎么长成癌肿瘤 对吧 一定要有因才有果嘛 果不可能贫困而生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肿瘤会长成的因 好 再吸 他们癌细胞会分裂啊怎么样啊 才慢慢形成肿瘤 好 那既然大家都说 有癌细胞了 那你们为什么啊 常常会去健康检查 想检查看有没有得到 有没有 那得到了又怎么样 你们如果检查出来 你们会高兴吗 还是难过 一般是难过啊 我看不会说哎呀我检查 哇我终于得到癌 这被证实了 我看不会有这种心情了 一般得到被检查出来 一般都是难过居多了 那如果没有检查出来 你们快乐吗 照理应该是快乐 但如果仔细想 也没有什么好快乐的 因为虽然他没有检查出来 你还是承认你有嘛 对不对 心中还是有 那这个就麻烦了 那今年检查不到 明年是不是还要再检查一次 还蛮麻烦的喔 干脆先检查出来 不就是一了百了了吗 已经知道了 心中也确定 我当时想的完全没有错 但是喔 说实在 也就是这些矛盾的心态 其实你认真的想 你已经都说有了 何必检查 检查有无 你都还是有 所以简单一句话 干脆不要检查 对不对 不要检查才是根本嘛 你对这些反正有无 反正你都承认有了 这个检查是多余的嘛 那重点就是这样 这个癌细胞到底 真的那么危险吗 重点在这里 就是要确定 它真的会影响我们的生命吗 如果是会 答案是肯定的 那说实在 我看你们能够活到这把年龄 照理应该很不容易 因为癌细胞以生俱存嘛 那你们又这样轻轻松松活过来 我这样说不知道有没有冤枉你们 我先调查一下 有没有人每天运动 每一天喔 有的举手我看一下 每天都有运动 好 还不错 但是比例太低 差不多看有没有十分之一 那也就十分之九的人 他不是每天都运动 他偶尔运动一下 对不对 那偶尔运动一下 他就能活到这么老 我有一点嫉妒你们 你知道我活到现在这把年龄 我是每天运动的 我是拼命的想活下去啊 所以我即便出来 虽然我在台湾我都爬山 那来到国内我只能怎么样 没有山爬我做什么 扶地挺身啊 还是要做啊 要不然像这一次 昨天他们带我爬楼 我发现爬楼很好啊 我平常在家也是爬楼啊 所以每天一定要运动 但是你看你们没有什么运动 那这样就糊里糊涂能够活到这把年龄 其实真的看来喔 癌细胞对你们一点影响也没有 所以这样几乎可以确定 癌细胞与生死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要不然你们不可能活那么久 那我们继续下一段 癌指数7万案例 整个腹腔都是癌了 对医生说的 那什么时候检查出来 就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四 因为我住院的时候 总流指数2万多嘛 然后后来上个礼拜四 变成7万多 他就说你不做不行了 好 好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啊 你们有没有看过 得癌肿瘤 然后到死都没有发病的案例 那个从发病到死 他都没有发病对不对 他说只要稍微快感冒 他就喝姜郎就好了啊 也不打疫苗有没有 那他已经活了五十几年啊 那如果以后死 你会说他死一癌吗 不会啊 他都已经八十几岁了吧 所以不应该再说他死一癌了吧 人没有癌这么老了死也合理嘛 是不是 所以你们都看过 只是记忆不好而已啦 所以这样的人不只他 很多 像我回去 还有一场演讲 那个是一个成仇阿嬷 那个成仇阿嬷可厉害了 那这一生就是比较奉献出去 他也创立一个基金会在帮助很多人 那他自己本身就是癌 然后就去化疗啊手术啊 听说他化疗一百多次 一般人差不多如果像这样 都已经早就往生了啦 那他生命力可坚强 那那时候好像几年前来基金会 他那时候就是西医又说 可能喉咙又有癌肿瘤 因为讲话讲不大出来 然后来基金会说西医 准备叫他回去 说不定又要化疗或又要开刀了 然后我说好吧那我们来处理 就当场帮他做 做完他感觉喉咙就舒服啦 原来不是肿瘤卡住啊 那我们跟他解释之后 他就放心了 那你看喔这样两三年后 他现在还活着生气奔勃 然后从此不再找西医了 他终于知道有活路了 而且他体力可好 所以我才发现 癌肿瘤的人喔根本 像刚刚放的这样的人还真多 那他为什么能活我发现 他心量很大 他不会为自己 他说我活着不是为自己 是要照顾一些人 就像这一个人一样 他认真来学原始点是想帮忙的 他根本把自己的生死都看开了 然后他每天起来一定运动 蹦蹦跳跳我看 他在桌子就跳起来 跳给我们看我都学不来 那个都是算是激烈的运动 那你看他能够活到那么快的 那我看过类似这样的人太多了 得癌肿瘤已经全身都是癌 而不死的活蛮久的很多 所以癌肿瘤看起来也没那么可怕 好像如果真的转移会死 那这几个为什么又不会死 连生病都不会 所以可见他跟生病跟死亡有没有关 无关 好那这样讲 说实在一般人听了就能够把内心挂碍放下 不多 一般他们都会问我 张医师其实我不是怕癌肿瘤的有无 我是怕不处理医生跟我讲的 不处理怎么样 他会长大 长大就会那个疗 有没有 西医都常常这样讲啊 所以他们担心的原来是死 但西医说长大会死 所以他们怕 那真的长大会死吗 我们来看下一段 那么是不是癌细胞聚生成癌肿瘤之后 就会威胁到生命 如果会 为何很多人有癌肿瘤却致死都不发病 既然都不发病怎么还会死人 可见生死与癌肿瘤的有无无关 好 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有没有看过癌肿瘤长到四五十公分大 而没有死的人 我昨天有放两个对不对 一个三十公分大的 有没有三十几公分 哇那个两个头大 那个你看六七十公分都有对不对 怎么会没有呢 所以你看长那么大 大了会死人吗 如果会死那个长了四十年呢 都不会死人 可见癌肿瘤大小跟生死有没有关 一看就知道那个没有关不会死人 但是那个是西医一直扯的啦 如果说他们说长大会死人 好 那我们暂时相信大 我们直接问嘛 因为西医师强调数据科学的嘛 他应该跟我们讲铜镜 到几公分就一定会死嘛 他们一定有资料才可以讲这种方 不能口说无评嘛 那我们问他 到底长到几公分一定会死的 有没有答案 有没有答案 他们回答不出来的啦 嗯 回答不出来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怎么能跟患者这样讲 了解吧 这个是没有道理 所以 其实生死跟肿瘤的大小 根本没有关系 了解了喔 好 那或许这样讲 有些人就比较宽心一点 像我早期这样跟他们讲 但是就有人又问我 长医师 其实我不是怕大小的问题 我是怕医生讲的 转移才会死人啦 有没有 其实我太太就是转移 西医讲 那如果转移一定死人 没有什么话好讲 我们是这样的情况下 被判死刑的 那癌梦一般就是已经转移了嘛 了解吧 那只要转移 医生大概就是说 哎呀你大概活半年 他们的乙词我都背得起来 因为从很多案例 你如果不给我继续治疗 化疗啊种种 大概只能活半年 那如果配合我 可以生命延长一点 可以活到一到两年 他们常常都是这样 而这样的说法是最普遍 最普遍 那也是因为这一句话 我跟我太太被逼上梁山 有没有 所以这样的话 影响真的很深远 那我们是走过来 所以西医在讲什么 我们大概都知道 那这样说来 其实类似这样转移 我刚刚讲的陈总环玛也是 全身都是癌 但他现在活得可好了 这一次还是他是主办人 所以我说 那这个肿瘤的转移 其实也不会死了 但是如果当初我知道 我自然就不会害怕 就是不知道 那如果西医说会死了 那你也要明确跟我们讲 到底转移范围要多大 就一定会死 你问他看看有没有答案 有 告诉各位 竟然也没有答案 所以为了研究癌肿瘤的时候 我今天有时候都去临终关怀 那安眠疗好吗 去跟那些患者住吧 去帮他们 所以真的是真干 那出来之后 创立基金会 每周四都有各地方来的癌症病人 很多 那所以各种癌都看过 最后确评 肿瘤跟有大小 有没有转移 不管 一句话 好 那还有新一种说法 就是说 癌指数如果升高了 是很危险的 有没有 所以要叫人家化疗 我们来看下一段 如果不死 是因癌肿瘤长得不够大 可是有些人癌肿瘤 都长到二三十公分大了 为什么还活着 而且也没有证据说 要长到多大 就必然会死 可见生死 与癌肿瘤大小无关 所以 昨天我已经举一个例子了 一万多也不死 对吧 那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案例 七万八也不会死的 如果不死是因癌肿瘤长得不够多 可是很多人体检 可是很多人体检时 癌肿瘤已转移多处 为什么还活着 而且也没有证据说 转移范围要多大 就必然会死 可见生死 如果不死是因癌指数不够高 可是有人癌指数 以上万为什么还活着 而且也没有证据说 指数要多高 就必然会死 可见生死 与癌指数高低无关 好 这里 有看到吗 有 这里镜头指的就是七万八 七八零六零 好 你看到七万多还不死 那你说这个癌指数 他们一直说很危险 从一百多就跟你们讲很危险 然后几千了 哇 也很危险 上万了也很危险 该都不会死 那到了七万八也不会死 我还听过我有十几万了 那这个等于是 根本不会死人的指数嘛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昨天就已经讲 异常的形态 以异常的指数 跟疾病的症状 有没有关 没有关 没有关 昨天讲那个卵巢 那竟然癌指数越来越高 但体力怎么样 越来越好 反而没有症状 跟以前健康的时候一模一样 所以很醒来 这些指数是无关的 肿瘤啊 跟疾病有没有关 现在来看也有关 那昨天我们理论已经讲了 这些长出来的 这些异常的变化 如果它不是症 也不是症 或跟症状没有因果关系 那根本 这种东西就是老化败坏 有没有 那很醒来 已经现在都清楚了 所以我一路研究 我说我这一生一定要把癌 怎么样 研究清楚 然后找出对峙的方法 当时我太太往生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一面 那现在我又没有搞清楚了 有 我几乎已经 这样一路 也就是吸收会死的理由 我一一找患者 然后一路研究 研究到最后 竟然有无也不死人 大小也不死人 转移也不死人 癌指数高低也不死人 那所以吸收会死的 所有理由我都找过了 没有一项成立的 那这样证实一件事 癌肿瘤跟生死怎么样 无关 已经几乎可以确定 那所以 现在的医学说肿瘤会死人 原来是怎么样 其实也只不过叫你们 做一些不该做的东西而已 比如手术化疗 这些都是多余 而真正会死人的 很可能就是这些 破坏性的治疗跟检查 所以我研究到这里 只能说哎呀心痛了 因为 时间不能倒转 要不然那时候我太太体力 四十几出头的人 体力还不错啊 怎么会走向死亡这一条路呢 所以我昨天就提出一个很严重的说话 我说C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老病不分 了解吗 老化跟异常 老化就是异常 然后疾病跟症状 他们彼此间不分 然后混在一起 然后最后使病人怎么样 病 就是做了这些检查 这些异常 然后不再强化治疗症状 反而再怎么样研究异常去 所以看来还是蛮难过的 那肿瘤我这样研究下来 那这个就是呼应我们昨天讲 为什么我说检查出来 只是一个摔摇败坏心想 跟生死无关 很简单啊 我从每一项都把它 西讲法 尤其癌肿瘤 都把它分析了 都不能成立 好 那我们把下面那几段一起练一下 其实癌肿瘤 与癌指数 跟发白面皱一样 同属异常之果 并与其他所有异常之果一样 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也就是伴随着生命衰老败坏过程中 自然会产生的现象 而非疾病的症状 不可视同疾病对待 他们顶多就是提醒我们 体内代谢变差了 生活习惯该改变罢了 并非绝症 所以 没有人是死于癌肿瘤或癌指数 就像没有人是死于发白面皱一样 最后 皆因热能耗尽 体力不支 器官衰竭才走的 不幸的是 癌肿瘤却不断的被夸大丑化成致命恶极 甚至有些医师 会用此来威胁恐吓病人 如果你不接受手术或化疗 癌肿瘤会迅速恶化 最多只能活几年 几个月 甚至几天等云云 让病人吓得半死 每天活在死亡的阴影下 这哪是找回健康的开始 根本就是噩梦的开始 好 西医最常说的我刚刚已经说了 都是说你能活半年 但是有些医师讲的就更离谱 只能活三天的 这样的说法我也听过 我们来放这样的案例 肝癌案例 常医师你好 你好 你是怎么样 跟大家讲一下 同样 同样 台阵末期 我的事情 我想是 因为 过去都没有注意自己的身体 差不多到今年 成为十二 是感觉人家 背着腿 感觉心臓都很串 我想就感觉怪怪 之前你背双怎么背 没感觉 我就来 去给医生寄 检查一下 一期而已 经过两三经 讲起来都知道大同小议 第一经行为尼佩 第一经我们都不需要自己说出来 第一经去的时候 跟你说什么 我给你看起来 你回去就好了 没回去就好了 你的收名 送到会等三天 好 同样 同样 知道 多多人 我去 和你说一下 可以 心臓都暖了 第二经 我想不过来 打算 我煮那些 煮料装 copy 第二经 在说的 有 老婆 可能差不多 三个月有了 但是我照进前 我不知道 他还叫我女儿 找我母亲 又淘汰又进去 医生说 要找他 可能应该没带过一个月 三经去 经过这两经来的时候 我交也差不多了 我想说 阿经到这样 是 他说 我买了我招待 没几个招待 就问一下 到底 你跟他说 我生存的机会 有几岁就好了 他跟他说 一岁的机会就没有 他说 但是你这种生活 一定要处理 准备 明天知道 要跟你送去就告别 我说 不然他要送去就告别 我说不 然后我 油 什麽油也不要吃 跟他送去那边 到目前 吃不到十几岁到现在 我感觉我身体越来越用 哈哈哈哈 有听到吗 哈哈哈哈 我刚才印象 第二天 我过去有一些的习惯 我刚才会给他聊 过去的分酒 全部都怪 过去我在吃什么 吃冬天 他鸡肉 我过去 尝试他 鸡肉 吃一个比较清淡 每天 每天 磕运动 心情放开 我完全 洗油脂肪都没吃 到没吃 我感觉到 我的体力 越来越好 现在在这里 香港各位 如果在这里 像我那时候 不用怕 其实实际上 不要怕 有甚至 我刚才前一遍 那是家卫十二一天 刚才去的医生 把我选择三天 我真的 那三天 刚才删多少 四公斤 三天 那面整个都掉下去 我相信 过去以前 我们老母 五十回那时候 我去拼到 那时候 那时候 我算 他算 四公斤 五十回医生 自己选择 五十回医生 可能只割三五月 但是我们老母 的医治力很强 我们老母 买了 五十多月 八十四月 所以我 这点的医治力 我就是 赢到我们老母 所以我常常开玩笑 我说 你们如果要减肥 最有效的 就是找肿瘤科 好 那我们继续 把后面的念一下 目前癌肿瘤的诊断 与治疗所用的 断层扫描 穿刺 切片 手术 化疗 放疗 电疗等方法 全都是破坏性的 比如 一次断层扫描的辐射量 使不同部位 约略等于 100到400张X光片 穿刺 切片检查 又在伤口 补上一道 让癌肿瘤进一步恶化 而手术 化疗 放疗的破坏性 杀伤力更大 会使患者的热能 严重消耗 体力瞬间变差 甚至让器官衰竭 死亡加速 好我想问各位 你们知不知道 断层扫描一次的辐射 是100张到400张X光片 然后在短时间就辐射给你 你们知道吗 那个辐射量 据他们自己的研究报告 说这样的辐射量 足以致癌 也就是你们不用担心 找不到癌 今年初如果找不到 不要失望 年终再造一次 年终找不到 年末再造一次 应该就差不多有了 所以资讯真的是不对的 现在医疗有一点过度难用 好那这个辐射的问题 我认为一般人 能承受还好 但是切片穿刺 就不是这样 它是直接破坏 那个杀伤力在我看吧 更大 不要听医师讲说 哎呀我只切你一小块肉 又能怎么样 那一块肉有时候 就会引发很多并发症 好我们来看两个切片的案例 一个舌癌 还有黑色素肿瘤的案例 舌癌案例 切片算严重了耶 会伤害 本来就是这样啊 我本来好好的人吃 我已经很美了 是 如果我一切 那种舌头还要这样 够了 够了 完了 好 你现在讲对一件事 你本来舌癌长在舌头都好好 对不对 已经十年了 切完片就不得了了 对不对 马上变 你能不能张开让大家 让那个摄影机帮你拍一下 阴部黑色素肿瘤案例 2010年9月27日 陈小姐 约50岁 黑色素瘤皮肤癌 疑似转移肤部沟淋巴处 2010年4月初 切片本来只有一小弟 切片后 肿瘤就长得非常快 不到半年 就几乎长满整个阴部 好 这两个里面 我当然觉得那个黑色素肿瘤 这个女孩子比较可怜 她来的时候 孤零零的一个拿着 一个皮包 然后她一直要我看 她说她真的很严重 那我也帮她看 因为她脱下来的裤子的时候 那个二臭味一样 跟乳癌那个一样 扑鼻而来 那还看到血淋淋的 我就问她 那怎么会这样 她说 其实喔 早期只有一颗黑黑的 很小 好久了 没有怎么样 那她也不以为意 但是 听人家讲 有时候这种东西不是好的 她就又怀疑 然后想去医院做一个检查 那医院就做切片嘛 那没有想到切片之后 那个长得非常快速 突然间一直在长 那长到整个 你们看到不到半年 整个怎么样 音部都快填满了 那我问她 那你未来 你最担心的是什么 她说我最担心是 万一填满了 我尿不出来怎么办 你看她都担心 这个尿不出来怎么办 你们会担心这个吗 一定不会 所以我觉得她活在恐惧中耶 她随时一直看 这个肿瘤快速在成长 心理压力大不大 因为又大又恐惧 反而长得越快 所以如果不去了解 反而没有事 所以我常常讲 医疗最大的陷阱是什么 检查 没有其他 而尤其肿瘤的检查 很多都是破坏性 我刚刚讲的 那这个是不是最悲剧 不是 我记得当时候 我在南部植医的时候 我太太往生后 我就开始研究癌肿瘤 很多病人都知道 我在这一方面 一直着力在研究 那有一次 就接到一通电话 叫我赶到一家大医院去 就是有一位职场老板 很年轻五十岁 很重 他就是背痛 一直不好 然后想去医院看看 检查有什么结果 结果一检查出来 确定是肺癌末期 但在这个检查过程中 因为切片 造成他当天 瘫痪 半生瘫痪 大小便失禁 就这样 当天而已 那所以我去的时候 也了解情况 那主治医师 的说法是这样 他说 切完片之后 那个癌肿瘤 迅速转移 压迫到脊髓神经 造成这个结果 好 那当时候我还在研究 我也不知道 到底医生讲的是 对或错 我也没有好说的 我也不平意 那这样的情况下 患者对这一家医院 极度不信任 他觉得 我们本来只是一个 背痛好好的 结果 来到这里一天而已 让他从痛变到瘫痪 大小便失禁 他觉得 他不能接受 所以最后转院了 他转院了 问题也没有解决啊 又转到另外一家西医院 那他又问 为什么我 只是做一个轻微的检查 会搞成这样 那那个医师的回答答案 跟第一家医院一模一样 然后还是鼓励他 一定要做化疗 他说化疗肿瘤缩小 或许你就可以站起来 那这些症状也可以改善 所以他只好听进医师的 好我故事先讲到这里 我问各位 肿瘤转移会不会压迫神经 造成半生瘫痪大小便失禁 会不会 因为肿瘤是异常 异常跟症状无关 我现在也很清楚啊 这个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啊 那好 即便他们说的是事实好了 你想想看 肿瘤是在肺部啊 一天的时间 救人从肺部跑到脊髓 然后压迫 他是在这里下半腰以下瘫痪嘛 那等于是从肺一路跑 跑到这么远的距离耶 这样跑 这样跑 哇 除非癌有长脚 然后才能够快速这样跑 我从来没有看过癌是这样转移的 一天 然后从肺转到脊髓 一天完成 这种话 根本等于把所有天下人都当 就不知道怎么说了 我也不说他了 但是我只能跟各位讲 怎么可能呢 而且我现在一路一个癌 这样研究下来 我几乎确定不过了 这个跟症状无关啊